蓝洁英,昔日香港演艺圈响当当的女明星,她不但长相出众,而且演技一流,曾拍摄了《法外情》、《大时代》、《白发魔女传》、《盖世英豪》等经典的影视剧。 其中,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她和周星驰的几次合作,比如《唐伯虎点秋香》以及《大话西游》。 但是,如今的蓝洁英却已经淡出了娱乐圈,而且生活过得潦倒不堪。 原因在于,她这二十多年来,精神状态一直不稳定,频频地传出一些非正常的举动,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郁郁形象。 那么,蓝洁英为什么会得病呢? 很多人印象比较深的,可能是之前媒体爆料的,蓝洁英曾被毛影谈大佬强奸。 但事实上,虽然这件事对蓝洁英的打击很大,但不是致命的,因为蓝洁英面对镜头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很淡定的, 而让她最无法淡定的,可能是她的感情生活。 蓝洁英有过几段感情,但据报道,最让人惋惜的应该是她与钟保罗的恋爱。 说起钟保罗,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比较陌生, 但她在早年却曾经和张国荣、陈百强起敏,三个人一起主演的电影《毕业生》轰动一时。 而钟保罗本人不但一表人才,而且才华横溢,不仅涉足香港影坛,还是香港的名嘴之一。 凭借着风度翩翩的仪表和活泼的主持风格,钟保罗成为了香港的偶像级司仪。 在当时,钟保罗绝对是红变全香港的小鲜肉,她也是当选香港是大红星的唯一的一名司仪。 据悉蓝洁英和钟保罗相恋的时候,两个人还是比较隐秘的, 但对于蓝洁英来说,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幸福和开心。 但是遗憾的是,钟保罗虽然前途一片美好,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嗜好,那就是赌博,而且爱赌无命。 因为赌博他欠下了巨额的债务,后来几年他甚至都要跟同事借钱过日子, 而蓝洁英呢,却依然爱他,而且无怨无悔,加倍努力赚钱帮他还债。 谁知道,据说远看债务还得差不多的时候,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。 1989年9月1日,钟保罗在沙田的寓所跳楼自杀,年仅30岁。 这无疑是个重磅消息,当时轰动了全香港。 而自此之后,蓝洁英就一直过着疯疯癫癫的生活,真是可悲可叹啊。